捏包子手法总是掌握不牢,应该如何调整 捏包子顶部过后又该怎样解决 今天详细分享一下捏包子的手法和技巧 欢迎您观看,大家好,我是老默 昨天有朋友留言说,在家里面包包子的时候 上面一层容易很厚,堆了一坨面 然后呢,咱们在做包子的时候呢,有带汤的馅料 为什么做出来之后没有汤,明明面团很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首先第一点要说的是,咱们搓面剂子的时候 这个长条一定要搓得粗细均匀 不要太粗,如果说太粗,咱们揪出的剂子过大 做好的包子皮就容易过厚 咱们包好之后呢,底部更厚 而且咱们蒸好的包子,吃馅的时候一口很难咬到馅 所以咱们在下剂子之前 这个长条一定要搓得粗细均匀 根据咱们的包子大小来搓 接着就是擀面皮 擀包子皮呢,咱们一般中间都会稍微留一点 这样主要是防止咱们包带汤的馅料 防止包子掉底 还有朋友追求薄皮大馅 所以有些时候呢,会把包子皮擀得很薄 薄一点的面皮,咱们适合来包素馅的包子 肉馅的包子呢,就不太适合 因为肉馅它有油脂和水分 咱们在蒸制的时候,包子皮过薄 容易把它湿透 这样咱们蒸出来,底部容易变得湿湿的 不太熟的样子 蒸好之后呢,咱们吃起来的口感也会很差 所以一般包肉包子呢,面皮会稍微厚一点 接着是咱们捏包子的手法到底应该如何调整 避免出现顶部过厚,或者是容易跑偏 咱们在捏包子之前,放这个馅料的时候呢 尽量给它铺平 然后把边缘预留出咱们要捏褶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馅料呢,咱们一定要放合适 不要放的过多或者是过少 咱们捏的时候呢,还是从第一褶 捏的时候这个宽度一定要掌握好 每一次提褶的这个部分呢,要压到第一褶的位置 基本上给它保持平齐 这样咱们捏出来的褶,它才能更一致,更好看 最后收口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不想让它偏厚,咱们边缘这个地方 用手给它捏一圈,捏得更薄 当然这是咱们手法不太熟练的情况下才这样操作 把边缘捏薄,然后把捏薄的这一部分给它封上 这样呢,顶部就不容易偏厚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咱们在捏褶的时候 手指的力度不要太大 不要去扯面,不要去硬压 咱们再看一遍详细的捏褶方式 咱们放完线之后呢,边缘这个位置空白的地方 就是褶皱的位置 咱们在捏褶的时候 大拇指只是一个垫背 咱们把所有的面全部挤在上面 然后让它慢慢的跟随 而不是往前扯或者是拉 如果咱们扯面皮的话 包到最后容易有撕裂感 咱们包好的包子呢,也不好看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 咱们在捏褶的时候 拇指尽量让它往上竖一点 不要太斜,这样咱们提折的时候呢 能把周边全部立起来 咱们在最后收口这个位置呢 就更容易收,因为它全是立起来的 咱们很轻松的就能把它捏住 很多人在捏包子的时候呢 这个手指的力总是使不好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所以就会造成最后的面堆积的过多 这样呢,它容易刨偏过后 或者是直接顶部封的过后 所以咱们捏包子 第一个是要掌握好力 第二个才是手法 咱们一起看一下刚刚包好的包子 咱们这样的手法来制作之后呢 它的顶部就不会过厚 咱们很轻松的就能捡到咱们 馅料和面皮分开的部分 咱们捡下来这一部分呢 就是最顶部的位置 咱们能够很清晰的看到 厚度基本合适 而且咱们再放完馅蒸好之后呢 它会由于膨胀 上面一层呢就刚刚好 总之咱们再捏包子 如果想让顶部更均匀 咱们手指稍微立一点 这样来包 让它全部立起来 在封口就比较容易 也不容易堆面 最后还要回答一个问题 有朋友说自己活的面明明很软 为什么做好之后 包子汤还是没有 主要是因为咱们馅料 没有打上劲 没有充分的锁住水分而导致的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 也别忘了帮忙点赞加关注 有任何想说的想学的 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